8日訊號至少維持到下午4時 不少打工仔不用擔心下午要趕上班 內地第二季經濟增長加快到6.3% 是兩年來最高 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有人偷遺體販賣 至少拘捕7人 8日東南列峰劃報封信號生效 颱風泰利已開始遠離香港 天文台會考慮下午4時至7時改發3號強封信號 颱風泰利集結在香港西南大約270公里 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 大致移向雷州半島一帶開始遠離香港 但與泰利相關的裂峰區仍影響珠宮後一帶 本港西南部在未來數小時仍普遍吹裂峰 高地達到暴風程度 視乎泰利遠離香港的速度和本地風力的變化 以及泰利雨帶的相關陣風會否持續影響本港 天文台會考慮下午4時至7時改發3號強封信號 天光之後港島杏花村旁邊湧上岸的浪花 差不多與燈柱一樣高 一浪微平一浪游起 水漲令海水不時湧上岸 有人把握機會迎低這一刻 民安隊不時在海旁的大巡邏 朝早吹偏東風 風勢比前一晚增強 樹木被吹向一邊 我們站在岸邊的位置 不時都覺得背後的風好像是推自己向前 就算扎穩馬步有時都會被風吹動 紅磡碼頭這邊的風勢都不舒適 風大的時候我要抓住條柱才可以站得穩 而風將海水吹過來 就算我站在岸邊大約3米 我都會被海水打濕 仍然有人風雨不改跑步 那些水馬都被風吹到爛至橋樓 都過不了你 平時百豪風球都出來跑的 今天水大橋 多很多 因為這次人是站不直的 剛才有一兩站 就要扶持一個 坊道好後面 不怕的不怕的 不要試的 去邊的邊跑一下 我跑一點點 盡量 自市早6點 當局收到至少三宗嵩樹報告 上水金錢村有嵩樹押毀一輛私家車 車頭擋風玻璃碎裂 旁邊的指示牌也被壓到彎曲 在青衣北岸公路 有線新聞一架採訪車 也被大樹壓到前方塌陷 九龍城有大廈外環額廣告鬆脫 消防星在雲梯拆除 天文台在凌晨0時40分 改發8號東北列風或暴風信號 早上6點40分 再改發8號東南列風或暴風信號 受泰利帶來的風暴潮 和天文大潮共同影響 天文台說低蛙地區可能水深 無線電視記者劉慧爾報導 所有日校今天停課 如果天文台下午5點前取消8號熱帶氣旋警告訊號 夜校將恢復上堂 不至於打工仔 不少人可以多一天 泰利吹襲香港 平時人頭湧湧的灣仔 早上顯得較為清靜 天文台近9點說8號訊號至少維持到下午4點 不少人立即多了一天 本來打算是12點鐘都會脫下下來要回公司做事 不需要 不過明天要回去要好車趕快點工 那心情會否有點複雜呢 沒有的 沒有的 有一天可以休息下午 街上營業的商鋪不多 有麵包店職員說 因應8號訊號少了人手上班 交通方面 港鐵維持有限度服務 班次會較平時梳 大部分路線維持10至20分鐘一班 港鐵巴士就暫停服務 九巴、龍運和城巴日間路線暫停 部分機場和邊境路線維持有限度服務 公共服務方面 醫管局核下所有普通科、專科門診診所 專職醫療和其他日間服務暫停 公立醫院急診室就維持服務 衛生署說 除了尾沙和診所服務如常之外 其餘的診所都關閉 社主核下福利服務單位、幼兒中心、長者服務中心等的 日間康復服務單位暫時不會開放 當8號訊號取消之後 2小時內就恢復服務 所有法院、審裁處的聆訊也延期 記者澤瑞敏繼續在恆花村 泰利開始遠離香港風勢有沒有減弱度 韓萬郡 我們在這個位置觀察了整個早上 隨著泰利逐漸遠離香港 我們觀察到這裡的風勢進一步減弱 不會再好像朝早那樣站都站不穩 但就開始下了一些好密的細雨 而恆花村對出海面的水位 亦都比起朝早低了不少 海浪變得較小 拍上岸的浪花 多數只有半個人高 隨著天氣比之前穩定 見到多了市民都選擇來到岸邊散步和打卡 除了一些附近的居民之外 亦都有市民專程駕車來到 原本海浪較大的時候 市民主要站在岸邊高一級的位置 現在不少都跨過水閘 來到海邊較近的距離位置 剛好下了一陣細雨 所以現在大家躲在有壓遮頭位的地方 去觀賞海浪 但天文台呼籲市民要繼續遠離岸邊 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 去保障自己安全 我們現場情況看了這麼多 先交給新聞播 至少22班航班取消或延誤 千多個旅客受到影響 機管局說機場運作大致正常 但隨著風向可能改變 或影響航班升降 天氣不穩定 但無阻外遊心情 航空公司辦理登機手續的櫃位大排長龍 顯示屏顯示 大部分航班如常起飛 不少旅客都提早出門 優小姐一家提早四個小時來到 因為打風所以提早點來 然後早點check-in 準備多點可以 半小時左右 我原本是乘巴士的 轉機車我們要走遠一點的地方 昨天有擔心 但今早起床見到天氣就不擔心了 OK了 有底缸的旅客說雖然風暴雜港 但行程尚算穩定 機管局預計 全日有750班航班升降 不少旅客提早去到機場 早上來港安檢一度出現人龍 緊急應變中心調度人手梭度 機管局提醒旅客出發前要查看航空公司 或機場網站瞭解航班情況 來往機場的交通在風暴下受影響 在港鐵香港站 有旅客打算乘機場快線入機場 機鐵維持有限度服務 每10分鐘一班車 至於時區預辦登機手續服務 截止時間由飛機起飛前90分鐘 改為120分鐘 直至另行通知 無線電視機者林俊謙被鬥 風暴之下陸路交通受阻 不少市民要乘的士時額外加錢 有大律師警告 如果是司機提出就是犯法 在機場快線香港站 不少市民乘的士來轉乘機鐵入機場 截的士會難一點 要加50元才可以來這裡 用Apps來訂購 如果乘的士直接去機場 要加的附加費可能更多 加了200元 沒辦法了 有得來就算不錯了 沒多少70塊錢 我覺得合理的 大風人家本身也不是在工作範圍以內 有的士車主商會說 估計市面只有少於一成的士服務 有大律師說 根據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 的士司機必須按標收費 打風不是豁免理由 打賞或貼士的模式 那個士機就未知會反應 根據規例 不按標收費 最高可以罰款1萬元 和監禁6個月 無線電視記者 張詠欣報導 澳門中午改發8號東南風球 預料8號風球下週為遲 內港一帶水浸 傳澳門記者黃慧之報導 澳門清晨大約5點半發出8號東北風球 內港一帶早上出現水浸 海水不斷由水渠湧入 市民赤腳涉水過馬路 水深浸過腳碗 也有魚由水渠湧出來 有商戶用產車升起器材混走 避免浸壞 也架起防水閘 防止水浸入店內 但是身負了一些伙計 搬了一些東西走 浪糕一些東西 沒有做一招生意 沒有問題 沒有辦法 這些避無可避 去到上午10點的時候 這邊的水開始退 水浸的情況也有改善 警員就開始開了部分的車道 受天氣影響 有內地旅客提早結束行程 就是有一點點無奈 就是想就是第一次來澳門 然後就想說去風景打卡呀這些 然後今天就是遇上了 我們本來是想去大三八那邊打卡 然後現在就是沒有辦法 然後有點影響就是接下來的行程 八號風球之下 澳門所有公共交通 海上航班全部停運 飛高等教育全日停課 一般公共部門暫停開放 澳門行政長官賀一誠 早上到民房中心 指示共同做好防風防水浸的工作 保障居民人身和財產安全 無線電視駐澳門記者王偉知報道 天啊 霧